投資者可以留意懷孕啤酒291 啤酒行業上半年業績增長非常理想 而第三季稍微放誤了少許 最主要是受到內地疫情有所繁複的影響 在收入方面有輕微的下跌 但是由於產品向高端銷售影響 見到利潤方面依然有輕微的增長 預計未來衝敬整個行業產品有機會加價的情況下 對於整個行業或者股份來說 利潤都有正面影響 包括近期內地最大的聯鎖酒館開倫茨 亦公布會上調部份產品價格 所以我想對於這個消息未必是空業來風 投資者都可以關注行業當中的龍頭華潤啤酒 如果在買入價方面 我建議可以在60元附近留意 目標價可以放在68元 指洩位可以放在53元